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腌制挪威三文鱼 今天我们先开箱 一条顶级的挪威三文鱼 可以看一下 差不多这条鱼在6公斤左右 这边的标签看到没有 原产地认证 现在我们来给三文鱼去鳞 专业的工具 把鳞心去掉 各个角落可以做四层做烟醋 鱼一定要弄 鱼鳞一定要弄干净 大家可以看一下鲜红的鱼塞 怎么鉴别一条三文鱼是不是新鲜 看它的鱼塞 它的鱼塞一旦发白发灰或者发黑 那这个鱼肯定是不新鲜的 我们的鱼看鱼塞鲜红色 说明这个鱼刚刚空泳到下 非常的非常的新鲜 我们的鱼洗干净喽 现在准备开始分档取料 第一刀剁头 上个身 然后用手轻轻的一拖 头就下来了 向上手急 好 我们找到鱼的脊柱 一刀到底 包着尾巴 尾巴处 这里 开个小口子 非常干净 非常干净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干净 肉上无骨 骨上无肉 好 下一步 切下尾期 接下来我们处理它的龙骨 看这个新鲜的三文鱼的肉 是橘红色的 深橘红色 而不新鲜的话 它会发白 发灰 OK 龙骨下来了 龙骨上还有很多肉 我们会利用起来 好 然后 处理它的三文鱼最好吃的部位 鱼楠 这块部位 接下来我们把鱼刺拔掉 OK 我们刚才的龙鲜三文鱼 已经封锅取料 加工好了 接下来我们处理一道 非常popular的料理 就是挪威 石螺草 胭脂三文鱼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石螺草 不是菜地里面的狗尾巴草 石螺草它具有消食的作用 促进消化 然后呢 它迪欧这个英文词在古代有消除 我们今天用到的调味料有红砂糖 细盐 白砂糖 和黑胡椒籽 OK 我们先 把黑胡椒籽放到我们的石灸里面 打成胡椒水 OK 好 我们加入80克左右的细盐 100克的白砂糖 再是120克的红糖 增加红糖 腌制的时候可以增加三文鱼的颜色跟味道 红糖也具有一定的药油加成 活水 接下来加入我们刚才打碎的黑胡椒水 不是黑胡椒粉 记住啊 黑胡椒碎 让它加进去 好 找一块我们的切板 把我们的雕草切成末 好 不要切太碎 然后 注入我们 用手捏 把那个 石螺叶子 充分的和调料混合 不能碰出 千万不能碰出 碰出就掉进来 明天这时候我会把这鱼汤的深 鲜鱼汤的深 要腌制 细细49个小时 经过48小时的腌制 又48小时的风干 我们的腌制 挪威三文鱼 新鲜处 好 有朋友要问 为什么新鲜的三文鱼你不吃 不吃此生不煎的吃 要把它腌掉 因为当时在挪威的时候啊 三文鱼产量很大 我们来不及吃怎么办 就把它腌制掉 更加有风味 跟猴腿一样 东国人很多猪肉吃不掉 把它做成咸肉 做成活水 我们来看下效果啊 晶莹剔透 郁化 我现在闻完见的一句话 就是郁化 纯化 半透明状况 哇 满满的清香 你们知道为什么 腌制过的三文鱼 比新鲜的三文鱼更加好吃 因为我们用海盐 排出多余的水分 我们用香菜籽 带来更加的口感 我们用雕草带来清香味 我们用红糖带来鲜甜味 好 接下来我们开始切三文鱼 OK 我们切完了三文鱼 开始装饰一下 我们用到 带汁水瓜柳 Selfs口感有点酸酸的 咸咸的 配合上三文鱼的鲜甜 更加的完美 再一点点黑胡椒 不要太多 一点新鲜 十罗雕蚕的叶子 一点点橄榄油 为了好看 其实放不放无所谓了 经过五天漫长的等待 我们腌制挪威三文鱼 总算完成了 当当当当 这些人却要吃 我觉得每天都要吃 到了 为了 你还要吃 我打扮 你还要吃 我打扮 我打扮 你还要吃 你还要吃 我打扮 你还要吃 我打扮 三文鱼的香甜 水瓜柳的酸鹹 加上我们飙炒的清香味 无语伦比的美食 完美 由于第一次来B站做视频 比较紧张 念一下开始了 本期腌制三文鱼就到这里了 在这个基础上 台北加工成烟熏三文鱼 smoked salmon 下一期问你大家 你们有什么想吃的 想做的 想了解的 可以在评论谈目里告诉我们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